大家好,這次是Blender的教學第五集 我會用一個水龍頭來示範給大家看 怎樣去用一些技術的 這樣就先把這幅圖畫進來 好,首先我先刪除中間的水龍頭 然後我會加一個Sphere 這個UVSphere我會設定的半徑 設定為10mm,即是1cm大 你看到上面是一個球體來的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去作為上面的東西 有一點點技巧的就是 我們看到旁邊有一個前面 為了方便我們做事,我們就... 首先先刪除 把它旋轉90度 剛剛好90度 先調整Xray透視 好,這樣呢 好,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橫切面 旁邊也有兩個 一個之後我們再做 好,然後我們再加多一個Object 就是一個Cylinder 好,一樣吧 我們調整的radius是10mm 不要調整小一點 8mm,看一下 什麼情況 那Depth就是那個高度 這裡我們先調整10mm 其實可以隨時再調整的 這次我們會運用一個Modifier 叫做Bullion 稍後會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OK,看到其實已經做了一個主體出來 旁邊還有兩塊東西 我們都要做一個Cylinder 這個原主體呢 其實我們可以去複製它 複製呢,其實按Shift D 就可以去複製到的了 由於在Object Mode 我們按Shift D 它其實就會... 在這裡呢 這個Outliner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獨立開了一個新的Object 這樣我們旋轉90度 由於這裡呢 是一個對稱的面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就叫做... 等等我 Y呢 如果你記得的話 就是中間 就是打橫這個 這樣的Dimension 就是Y 我們把它做0 它就可以... 嗯... 嗯... 它還原了它在中線那裡 OK,那我們呢 按Shift H 可以獨立就是看這件物件的 你看到這裡有個面 其實呢 可以把它刪掉 對 為什麼刪掉它呢 哎, sorry 對了 刪掉那個Face 對 為什麼刪掉它呢 因為我接下來 在Add Modifier那裡 我們可以做一個Mirror 咦,那你說按了Mirror 之後沒有反應 其實因為呢 現在它的Axis 是X 它做Mirroring 其實就是中間把它刪掉 那我們 Uncheck這個Box 然後呢 按Y 你看到呢 它呢 做一個鏡鏈呢 就是... 在中間這個位 由Y開始去做起 希望你明白我... 在做什麼啦 那... 如果你不明白呢 其實你再試幾次 你就會知道呢 究竟我在做什麼 那... 之後呢 你再看我一些 其他的教學呢 我會呢 去示範怎樣去做Mirror 那... 令到你呢 其實你的模型呢 你做一半的工作呢 就可以呢 其實Apply到是兩邊 那... 那...你... 其實在很多情況下 那...你... 那當然你的物件呢 是要對稱啦 那我們呢 按回Alter Edge Unhidden 所有東西 那...你見不見到呢 其實呢 這裡呢 我們已經做了這塊東西出來的 那...當然啦 這塊東西呢 其實這個大小呢 是可以呢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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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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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它 就是一個完整的主體來的 那... 那... 我們縮小了之後呢 其實... 如果你試過長度不會有問題 你可以再按S sensation beh啊 學會長沟狀了 它便會光 presidente 就鎖了 動為Y的效能 這個也可以收集一下 對這塊都是不錯的 那這麼便移像 那就會更好 發出現在這個水龍頭 我先挖高一點 有時候如果你熟習可以在這裏直接教你做的距離 其實這個可以刪除 不要妨礙大家 接下來做些什麼呢 接下來做好看 記不記得我們以前用過一個改善 在上一段影片我們用過這個subdivision的改善 一樣我們這次要把這個min increase 也有另一個tools 按ctrl-r做一個loop cut 你看到同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就是把這個位置變成鎖 說出來有點抽象 不過我覺得只要你達到你想做的效果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你實質的原理是怎樣的 不需要太理想 你想知道呢 就是你求之欲你多些都好些的 我覺得 還有我們按elter 再點擊 我們放大這個去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loop cut 再加一個loop cut 然後把這個拉大 那就近似了這個位置 我們再做中間這個位置 其實也是在這裡做兩個loop cut 然後把這個放大 是在這裡的 那這裡我們按錄 做這個loop cut 如果你很特別想做一個位置 例如我剛剛想做這個位置 是1mm的 即是這個loop cut的高度 那你就可以自己手動去按 然後我們把這個面子 這樣試了去 有時候可以將它去extrude 記得extrude就是按E 然後按S 然後再按S 就可以放大 然後你記得 我們不想C去動的 那麼我們就將這個C 對了 按做1 然後我們記得insrude 然後我們把這個任何其它 讓它收回更加彩 有時候我看得不太清楚 要是開Xray模式 要是把Viewport減低 這樣就方便我做事 你看到這條坑 大概我們是做了出來的 當然我不會做到那麼細節 因為比較花時間 如果你自己的美學 你覺得應該要再做好一點 你可以花點時間去做好一點 我平時自己做事 我都會這樣去做好一點 不過做教學 我們就不需要 所有事情都做到那麼完美的 最主要你明白了 一個原理 你自己可以做一次 你做得多 其實都可以做得比我的 絕對不出奇 沒有說哪一個人 做得久就做得更好一點 好考你自己的 本身的審美 還有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 只是我想學一件事 其實不需要 一定要做所有事情是完美的 我們先去Copy這個數值 Ctrl C Copy 再做一個新的Route Cut 的時候 可以 手動修改這個數值 好 你看到我其實是隨意做的 不要介意 究竟會不會上面 在上面那個比較遠 下面那個比較窄 下面那個比較窄 對 無所謂 這個水龍頭 我們大概做了這個型 我們再做出面這些 其實 來不開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選了這個面 按P 按P 就可以把它分析 剛剛按了Shift D 就是把它複製 剛剛因為我們是一個 Edit Mode 複製 之後我們要 再按P 先把B 分析 先把B 分析 先把B 分析 做出一個新的 物件 我們選 剛好 Ceninder 2 好 再縮小一點 不需要弄到它一樣窄的 我們再選這個面 我們再按E 再按S 大概按上下 小一點 然後再按E 再按E 再按S 把這個面 縮小一點 再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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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不用這個面 濕 因為 這些不是絕對 不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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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面 濕 可以 不把它調成 1 即是你把它調成0.8 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不絕對 也沒有 完全不絕對 完全不絕對 只需要你做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要加到热卡啦 很奇怪,這次我們來試試另一件東西 做Battle 這個行好,好嗎? 這樣好一點 記不記得我剛才不是用過Modifier 有時候有很多方法做的 我不想修改另一項 唯有做了一邊之後 我們把另一邊刪除 再用一個Modifier 這樣你也可以做同樣的效果 因為兩邊差不多有一樣的效果 我們可以再用一個Mirror 就一樣 在解決方法選擇Y 根據Y線做一個Mirror 即是做一個鏡頭 另一邊也是一樣 水型頭可以完成 當然這兩粒也是做多一個Cylinder 這樣就可以的 我们可以做中间前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直接copy 记得我们可以选择它 然后按Shift-Dock-Dubricate 然后按P 这个Cylinder3我们就选择了Era的东西 我们把它选择了 然后这里Y我可以按Zero 把它放到中间 然后我们把它旋转90度 -90度 再把它移到外面 当然你看到这个大小其实比旁边大 我们再做一个我们按S把它放大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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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我们也会做多一个切割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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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切割多一次,这个计算会比较平滑 不知道这样讲不讲得明给大家听 其实我未必知道所有事情是怎样讲的 不过大家凭直觉去做事 咦,这里前面我们看到它比较小一点 其实都可以选择了它之后 尝试收细 你看到其实去年这个X-Axis都收细了 我们也可以按1 按1的X就不变,其他都变 我们就不会影响到效果 这个水龙头也几次,大概都完成了 其次我们如果想做多一些这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按照两个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都是在这里 我试了这个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也是这样的 按按扁币 然后按扁币 就把它分离 可以了 另外那兩邊都是這樣做 可以Dubricate 再加一個Modifier 看到它來到這裡 因為我把這東西移動的時候 它的Origin改變了 按下Shift-C 再重新它的Origin 再重新它的Origin 設定Origin 剛剛我按了設定Origin Origin to 3 Cursor 剛才我把Cursor 按下Shift-C 它就會把Origin 即是箭嘴指回 Cursor 指回這個原點 我設定Origin 去這個原點 Origin to 3 Cursor 它就會設定到這裡 兩邊都平衡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這個 水龍頭的Origin 都是平衡的 所以很容易做 我們用了這個Mira 的Modifier 然後呢 當我們選擇這個Modifier 我們選擇了它 可以把它放到不同的方向 這樣看出來 你就會看到 水龍頭 會 像這個Modifier 多一點 這個其實都可以 旋轉一點 讓我們正面都可以看到 對 就是這樣 水龍頭 我們就做好了 如果你想做Phillipine 其實呢 我會建議你把這個 分成三個部分 對 我們先把它 做一個Bullion 我先把Save的進度 先把Bullion 剛剛我們說了很久 就會做一個Bullion 我們按Union 說回Bullion 這個Tools 就是可以幫你 有三個不同的選擇去做的 一就是Intersect Intersect 就是我們A的Object 和B的Object 他們overlap的地方 就是他們共同都有的地方 就會剪掉其他地方 只會留下他們共同有的地方 我們可以 指向這個 Inneser 你看到 他們只會保留 大家都共有的地方 Union 他們就合體 如果差別 它就會減掉 減掉 B的Object 就是Cylinder1 因為我們 這個Object 就是Cylinder1 跟它有一個交換 在這個Case 我們當然是選擇Union 選擇Union 其實這裡都可以 preview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再把這個 Boolean sorry Boolean Union 這個 Object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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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現在按 Shift H 只是看這個 東西的時候 就會看到 其實在preview 我們還沒有 Apply 這個 Boolean 這個是preview 這個Object 最終 形成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 Apply 這個Modifier 我們才知道 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就是 我們再調整一件事 這裡 調整了這個 Tools 出來的 這些 我們不想 出現的東西 可以按下 這個Monitor 的Pycon 去隱藏 當我們每一次 做了這些動作 例如我們 我們 做了這些動作 我們按下 AltrH 所有東西的時候 這兩個Object 就不會出現 那就會方便了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轉我一下吧 為什麼 留下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 這幾個Object 我現在做了這個消防水龍頭 其實我們 接下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這個教學 想教大家 做一個3D Printing 我們有一個思考 就是 究竟這東西 能否印到 如果這一個 我們剛才說的 這東西 其實是絕對可以印到的 好像這些位置 可能凌空了這些位置 就要做一些支援 但是問題是不大 如果我們把這個位置 縮短一點 縮短一點 如果它不是 縮短一點 它可能不用支援 也可能可以印到 如果我光顧化的 就是3D Printing 其實這裡都會 一兩支支援 支援支援 去頂住這個凌空的位置 讓它這個位置 都可以完全印到出來的 如果不是 它沒有支援 它可能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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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失敗 它就會踏進去 這些短的位置 其實就不是太大問題 基本上 3D Printing都可以印到的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三支支援 我會獨立地印 獨立地印 獨立地印 有一個 為什麼獨立地印 其實這支援 基本上沒有問題 但是要做一個筍位 讓它插進去 我的做法 我會選擇這支援 按Ctrl D 按C 我把这个数值拒绝 这个数值是比较随意的 不一定是这个数值 好像是3D印刷是FDM的3D印刷 还是光顾化3D印刷 如果是FDM的3D印刷 因为它印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 其实这个数值 差异大概是0.95-9697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光顾化的位置 会做得比较准确 其实可能要去到0.98-0.99 类似的 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顺位 究竟我们要预留多少空间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些什么 以后有机会再说 现在大概做了一个概念 给大家看究竟要怎样做 这个我们也要做深一点 让你插进去的时候 插得稳定一点 我这个比较随意 如果你做一个设计的模型 真正要做FD印刷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以及做一些实验 究竟要怎样做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Boolean 这次我们就用Difference 你看到我们随了它 Difference Fingerverse 會把剛才的東西減掉 我先看一看 大概不需要那麼精準 因為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範圍我會放上Fingerverse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印出來 玩Fingerverse 其實很多次都是要做實驗的 如果那個模型有些問題 就再修改 大家就看到這個水龍頭 我們做了中間這個Core 然後我們有三個不同的零件 三個不同的零件做了出來 其實這兩顆零件都要加一點支援才能印出來 不然也會有點麻煩 你可以做同一個方法把它分離出來 我先把Ctrl S 就是 save 好 那我們獨立在這件事 把剛才的Multifier全都加進去 按個細節 可以再細節 好 那我們要做個 做個檢查 究竟這件東西 是否可以去FILLIPP 我們加進所有Multifier之後 然後呢 咦 我們搜尋到 即是我們按Solid 搜尋到它有些 Bad的Condition的Edge 看看可不可以Clean up Manifold 試一下做了之後呢 可以嗎 那它就沒有問題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你看到 做個模型之後呢 按Solid的時候 會有時候發生問題呢 就是因為呢 因為我們把不同的 Object 做一個 即是互動 將它加進去 做一個Boolion 將它加進去 加進去 Union 加進去加進去 是說了 其實呢 大家有些面的方向是不同的 例如有些 面是向這邊 有些面向這邊 那它加進去的時候 然後大家的面向 那個方向呢 就混合了 那有些面向的方向 不同的 其實在 在它的模型 計算出來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問題 那就是一些 不一樣的情況 出現了 一般來說呢 如果我以往 做一個模型的時候呢 我經常會檢查這件事 我會把它選擇了之後呢 例如這個模型 我 不檢查了所有東西之後呢 即是不選擇了所有東西之後呢 我就會選擇 選擇了所有的方向 這個模型 就會檢查這個模型 Manifold 對啦 都會做到同樣 剛才按Solid這個效果的 那我很多時候呢 我會 做一個Union 然後呢 我都會檢查一次 如果有問題呢 我就會 選擇ALL之後呢 按Shift N 去將它所有的面的方向呢 去整盡了一次 那很多時候都做到 做到同一個效果的 那現在有了這個 3D print的 checkbox呢 這個 這個addons呢 它都可以自動幫我們做到這個功能 非常之方便的 那這個功能呢 如果你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再說一次給大家看吧 就是我們按了剛才這個preferences 的時候呢 對啦 我們按addons呢 在這裡搜尋一個3D print 對啦 那你檢查了這個match3D print toolbox呢 檢查了它之後它就會放在右邊這個toolbar 那我們按N鍵可以叫到這個 這個工具的面板出來 它就在這裡 這個是非常之方便的 當然我們可以做多樣東西啦 會不會講得很長呢 這段片 不要緊 我們呢 做多一件事啦 本身我們這個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 modeling 我們叫做 hard surface 的modeling 對啦 有一種呢 叫做 organic的modeling 其實呢 就是透過scalpe mode 去做的 那這個東西就要你去 自己去揣摸一下啦 我們有很多這樣的tools 我會用這個smooth的功能 大家可以去揣摸一下啦 這次呢我們不會主力去講這個功能 這次呢我們不會主力去講這個功能 那主要是講給大家聽呢 其實我會做些什麼啦 這些你看到呢 其實都是比較sharp的 那我就會將它呢 如果我看到那張照片呢 本身 這些位置呢 其實它是比較smooth的 我會呢 做一些這樣的工作呢 把它做smooth的 那你看到其實這些呢 我一按呢 它起了角呢 是因為呢 本身這個polygon 是比較多啦 但是我combine這個object呢 你看它的polygon比較少 那變了它就不smooth的 所以你apply這個modifier之前呢 如果你想達到後面的一個效果呢 比較smooth的呢 你要考慮這件事啦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已經做了這件事 你可能要回頭再重新做過 那你會看到其實呢 這些位置呢 我們用organic的方法呢 去令到它呢 這個效果現實一點 那如果呢 我們把這個強度去調弱 我們可以不用這個調弱 我們按Shift F 可以調弱這個強度 其實呢 我們可以 去 找一下有沒有其他的不同的tools 例如clay這個 我們調弱到它很弱 把這個調弱大一點 其實可以做一些 不 不均衡的效果 它可以更加接近一個真實 啊 為什麼呢 這個太強了 這個 鬼56 是因為沒有心機搞呢 大概是這樣啦 那其實只是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究竟 就是scalping這個tools 是怎樣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本身呢 現實裡面呢 這個水龍頭呢 因為它的金屬呢 它是粒粒粒粒的 它不是一個 那麼順滑的表面 你可以透過scalping tool 去做一點點fine tune 令到你的object 看出來更加有真實感 就是這樣 我們還原這個啦 你初頭玩呢 其實不需要玩到這麼複雜的 你先做一個hard service 那之後你可以 再學怎樣去用一個scalping的tools 去令到你的作品 更加多變化 更加完整 甚至你 可以做一個3D的雕塑 去丟一些動物 人物 是的 今集的內容就說到這裡啦 我們今次呢 做了這個水龍頭 我們還做recap呢 做recap可能太長了 最主要都是 說了我們用了很多 不同的tools 有bolleance 有subdivisions 我們也做了一個mirroring mirroring有分方向的 我們剛才就試過 把x的方向 uncheck 我們做了一個y的方向的mirroring 亦都做過一個dupercate 把東西去做一個新的object 然後呢 我們也試過 把origin去改變 大概做了這幾樣東西 今集的時間 差不多到這裡啦 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意見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吧 好多謝大家內心的收看這一集 這一集開始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如何 其實我開始做3D的模特兒 這個設計的時候 剛剛學習的時候 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呢 因為我一邊做一邊學習 我覺得 做所有東西都很有趣 尤其我做到的東西 我放到3D平台印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滿足感很大 我亦都希望香港多些 不同的人 多些不同的 Makers 出現 我們可以做到更多創作的東西 令到 我們可以 多些人去滿足 尤其現在大家都看到 社會的風氣很差 我們看未來 都很悲觀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 去沒有了希望 不可以停下來 去不學東西 不去 改變我們的未來 所以我希望呢 我的教學可以 等到多些人去 認識 知道呢 其實我們有 那麼多 免費啊 那麼多功能的工具 可以做到好多元化的東西 VD Pending 都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希望大家多多學習 我們多些交流 多些指教 如果你有什麼內容 想特別去學 特別去知道呢 記得告訴我 我可以 很彈性地去處理 希望大家 介紹多些朋友 去看這個影片 給多些意見 告訴我 你需要什麼內容 我會盡量去配合 是的 那內容到這 今集希望大家喜歡 那記住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 給個subscribe 給個like 和share 多多指教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給之後 如果想知道 我很會 我們要請 再見 今天